嗨大家好我是小微 我现在在南冲 明天就可以出发往海南方向了 我的车昨天已经上牌了 昨天也贴了很多拉花 全部贴完了还是蛮好看的 还是贴上了这个去看世界吧 我这次出发了就是这样睡的 就可以把那边坐椅放倒 它就是很平的 没有任何改装 就一个箱子 这次出发我是一个人 所以我的东西比较好放 整个副驾 我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这小白车很快就要卖掉 但是这几天在南冲 在装修公寓 这个车就留着耿耿先开着 我现在要跟耿耿去超市购物 因为出发的时候 我要带很多东西 还有收一波快递 还要回家拿一些东西 车里这么点东西 完全不是小微的风格 给大家看一下 待会就可以塞的满满的 走吧耿耿 今天太 今天太阳好大 我希望在前面能找到停车位就好了 停车场应该更晒 这还可以运气好这里有个位置 后面塞了很多东西 刚刚超市买的买了水 买了咖啡杯 还从家里面拿了箱子 后面东西就越来越多 先把这个拿下来 先看看怎么整理 就是说我又能睡觉 又能放很多东西的那种模式 要把这个 这个是今天买的 这是给我小孩买的墨镜 我就想把它铺上 铺上然后睡觉 其他的东西往旁边放 今天买的 看着像熊还是老虎 然后这一次我出发了 就带了一个小箱子衣服 不敢带太多 我说的不敢带太多 其实也不少了 然后就带了一件厚一点的冲锋衣 这个最近都穿了很多 薄熙盒的冲锋衣 待会还要去取一些快递 也是薄熙盒的 开始装箱了 买了一个新的小盆子 这个6块9还可以 今天买了一个超好用的 这个小风扇 这个风扇 它还有一个脚架 最主要是它上面有灯 就玩着我在车里面 看 还可以三种调节 这风也是几种 我觉得现在 这个在车里面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买了电纹箱 然后这些咖啡 买了火锅底料 脑根 还有这些洗液 我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晚上就是这样睡的 然后这侧面就这样子的 放了衣服盆子就这样放着 这里面 这盖子 这放的面 水果 柠檬 这小东西喝的 这样 然后前面放了一个电源 我的工作包 可是耿耿没有坐车里 就是这样子 耿耿要坐在车里 我得把附加的东西全部往后面 我明天出发的时候 还要带一箱东西 就是一个 这么多小箱子的东西 现在这箱子里面 已经被我装满了 装的水跟擦脸的 我的化妆包 洗漱包还没拿 拿了的话 还好 拿了的话还好 只要我在路上 不要再添置东西就好了 今天买的新灯 我要试一下 这里不知道怎么 这里好像不行 这样 这样看行不行 这样可以 这样操作台 还是可以的 这么长 我每次自家有东西 就是越来越多 如果后面在路上东西多了的话 那就只能 只能把这个立起来了 立起来后面还可以放 只是这一次出发 对自己有点狠 就没有买什么 也没有弄那种软一点的 就这样硬邦邦的 偶尔睡一下 因为海南那边比较热 已经告诉大家 我怎么睡了 现在还要去拿快递 因为那些快递就是防晒的 就薄熙河 包含这次去海南是6月2号3号 也是做薄熙河的防晒 现在就出发去拿快递 我就平时把这样掀着 这样可以放更多东西 耿耿把包就放在这后排 这个车就适合单人单车自驾 人一多就没法放东西了 这一次我的东西真的是出奇的少 就跟我开车去国外一样 这是刚刚拿的快递 这边附附品 这边都是薄熙河 我身上穿的也是薄熙河 还有上次直播间自己买的 白色的跑鞋 包装都是很好的 防晒的专场 这个是南式防晒的 终于有这个了 防晒手套 他这下我开车就比较好 这个 而且很好的是可以露 露手指出来 对 这个好 冰袖 这个额童的 还是渐变色的 这渐变色挺好看的 而且挡的挺多 这下面要穿裤子 或者短裤好看一点 这是小孩子的儿童帽 小孩子的口罩 防晒口罩 这小朋友的衣服都很好看 小孩子的裤子 这是丝炕的 这是新品 这是两套丝炕的 耿耿一套 还有小龙的未婚妻一套 下次去乌兹别克斯坦 给他带一套去 这个就是给我妈妈买的 赠品很多 这么多 我这个就不取了 今天开始 我要保护我这手 不要让它那么的黑了 我现在去接我爸 给他试一下新衣服 然后看今天 有没有时间回老家一趟 这样明天就可以早点出发 这一身好大 这个还挺好的 这个方便环做的 又不滑 下面有这个 玩手机 你可以 现在已经5点半了 我现在去我爸那里 今晚就在我爸那里吃饭 把防晒衣防晒帽给他们送过去 因为夏天来了 防晒还是很重要的 我6月2号3号 就是在海南的山亚 直播两天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我就出发了 那明天再见 拜拜